今天是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美国军机轰炸20周年 为了悼念这场惨重灾难 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陈波等近百人出席纪念活动 全体人员在纪念碑前默哀并向遇难者献花圈致意 同时在中国国内 中共官媒环球网也以20年后的今天 看谁还敢误诈我使馆为题发表评论文章 文章指出经过20年来的发展 中国的实力已经大不相同 GDP总量在全球从第七升到第二 军事方面无论海军空军等进步明显 甚至挑衅的说到 中共解放军在台湾东侧绕飞已成常态 日后飞到美国关岛附近上空 也是不远将来会发生的情景 并骄傲的表示 现在看谁还敢误诈中国使馆 另一个据官媒背景的微信公众号牛弹琴 也撰文表示 20年来中国国力提升 而中美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文章说到考验依然会有 屈辱永远不忘 中国人将永远铭记这一天 20年前北京时间的5月8日凌晨接近6点 当时的南斯拉夫正值科索沃战争期间 这个时间人们都还在沉睡 北约的美军B2轰炸机却无预警的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 造成数十人受伤 三名包含邵云环 许姓虎和朱颖的中国记者被当场炸死 建筑也受到严重损毁 虽然美军声称是误诈 时任美国总统柯林顿也对此道歉 并派国务刺青前往中国说明 但中国始终没有接受这个说法 并将之视为屈辱 当时中国民众群情愤慨 民间反美情绪升到最高 很多留学生到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 驻北京广州等地的使领馆前示威游行 高度刺激中国的民族情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